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装修日记第二集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装修日记第一集的话 可以先回去看一下我装修日记的第一集 因为在那里呢,我会跟大家大概的概述一下 这一次的project的大概的范围 我也跟大家讲了,我那个目的呢,就是拯救黑暗走廊 那拯救黑暗走廊,我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换门,把很多的门都换成了玻璃门 那除了换门以外呢,那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手段 就是加灯,所以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除了走廊的灯之外,我还会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在家里面装的其他的灯具 那我先从色温开始说吧 说到灯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其实就是要选自己合适的色温 那其实呢,这东西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的 就之前我家里面用了很多呢,都是3000到3500这样子的 那我最近呢,在工作室外面这根走廊上面用的灯呢 都是4000这样子的 那4000的灯会更加的偏白一些 现在呢,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色温 我觉得就是偏白的灯光会让你感觉 意识更加的清醒 就是像商业,办公用楼呢 基本都是会用到5000的色温 那如果你想要清醒一些的一些区 比如说书房啊 你就可以选色温比较高 就是灯光比较偏白的 那如果是像睡眠区二楼啊之类的 你就可以选比较偏黄一些的 就是3500啊 甚至3000 那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你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更快的进入睡眠 那这就是关于色温我想说的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内容呢 就是选什么灯 那其实呢 大家可能从之前的视频就可以发现 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装无主灯的一种灯光效果 大部分都是安装了桶灯 Can light 就是很少会去在房间当中安装一个主灯 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家它是一个八尺的老房子 如果你加一个吊灯 哪怕它是那种flush mount的那种 西顶灯 它还是会有一个高度在那里的 然后我老公又比较高 他有一米九 所以呢 我就是很少会去装吊灯 除非呢 是在桌子或者是倒台上 因为那种情况呢 你也不会去撞倒 这也就是为什么装的一个客位的装修当中呢 我的镜灯就也用到了吊灯 而且呢 我还使用了 我一直很想买的那种带灯的镜子 那我买的这个带灯的镜子呢 它还是算是在这一类产品中价位比较高的 因为它的那个边是有一个金属框的 那有很多带灯的镜子呢 包括宜家也有出 就是无框的就是只有一个灯 我觉得我这个有一个黑色的金属框 跟我的那个Vanity就非常搭 而且跟我的那个吊灯也非常搭 我那个吊灯是从Westtown买的 它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银色的镜面的一个灯罩 它其实是有一点仿Tom Dickson的一个灯的 Tom Dickson的灯呢就会比较贵 其实呢 以前呢 大部分镜灯 大家都是会用B灯的形式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 就是我从国内的一些分享的软件啊 之类的 都发现 大家渐渐的喜欢用一些吊灯来代替 B灯作为静灯的选择 然后我觉得那样子搭配好美啊 所以呢 我也在我这个Vanity上面 使用了这样的搭配 其实最近呢 其实很流行 藤边质地的那种度假风的灯 我也是很喜欢那种风格 我也想在我这个工作室 装一个藤边的灯的 宜家因为reopen之后呢 我去逛的时候 就还特意留意了这个区域 结果呢 简直是一个灯都没有 就只有看到了样品 因为呢 在最近的一些视频当中 有很多家居博主呢 都跟大家大力推荐了 一家好物 其中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藤边灯 就是因为算是 像Serena and Lily啊 等等一些其他大牌的评价代替品 它的价位基本上是在十几到二三十美金 而你要去在Serena and Lily 或者是一些其他品牌购买的话 至少是会要乘以十 甚至乘以二十倍 想装灯 然后你又是走那种度假风的家居的话 就是藤边灯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我还最近有买中国产的一些灯具 那中国产的灯具呢 我之前就买过 也跟大家分享过五蝶的碧灯 那个碧灯是我所有的灯具里面 一些有特色的灯具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款 它质感非常好 是那种铜的质地的 然后打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在楼梯间刚好也很符合 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大小 那所以我最近在楼梯间的另一个部分 还想装一个碧灯呢 我就也考虑了一些中国产的黄铜碧灯 那这一次呢 我选了一个比较偏几何形状的一个灯 它让我想到了我一个三宅一生的一个包包 我感觉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那种走几何风很时尚的感觉 而且它跟我旁边的那个蝴蝶臂灯也很搭 因为它们是遥相呼应的嘛 所以不能风格差得太远 所以呢我就买回来了 收到的时候我也很满意 感觉那个挺有质感的 结果安装后 我就感觉它那个里面的LED 那个小灯管的太亮了 就是非常字眼 我目前呢还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师傅建议我说可以去贴一些那种 可以让它变暗的一些胶带 我觉得那是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之后会试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会跟大家分享 除此以外的话 这个灯算是蛮好的一个购买 但是就是这个太亮这个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被解决 再然后跟大家介绍的一种 我很爱使用的一种灯 就是轨道灯 那最近我也是在家里装了两个轨道灯 都是在Home Depot购买的 它其实有好多款轨道灯 都是同一个品牌 但是呢我买的这一款价格会高一些 然后它也很有质感 更加的modern一些 而且呢它就是可以自己在买新的灯头 给增加或者是如果老的坏了可以替换都是没有问题的 轨道灯主要是用来照我的gallery wall 就是我其实觉得轨道灯和gallery wall 那我觉得轨道灯呢比较适合比较长一些的gallery wall 那像我之前的楼梯间呢也是比较的缺乏自然光 因为它四周都是房门嘛 如果房门全部关起来 它就是一个比较黑的一个空间 那我在这里把原来的一个暗暗的顶灯换成了这条轨道灯之后呢 这个照片墙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 而且呢平时走楼梯也非常的安全 也没有任何的昏暗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另外还有一个区域 就是我玄关的区域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照片墙 我也用了同款的轨道灯 那就是玄关也一下子从之前比较昏暗的状态 变得很明亮了 对因为我觉得玄关是家的第一印象嘛 所以玄关就是比较亮堂 比较舒适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装修日记还只是刚刚开始 还会有第三第四第五 好多好多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